黄鲁雅,你把我梳理梳理三人的关系 能不能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详细地说一说 不剧透,你怎么带给人闯伤呢? 开心,很精彩 因为三个人都是很好的朋友 总会有一些磕磕绊的生产 年轻的时候脾气都比较不厉害 我们对问题要解释一下 好像我听说你三个人有一个初号 好像是学校园 校园三... 校园三爸 这个节目的代理号的爸 好像是不是霸王的那种 那盖卫星怎么讲 哪个校园三爸可能带给你一个学习吧 在影片中猴子属于男学霸 就是成绩也好 家庭又优越 然后我自己属于女爸 比如说带他来玩的话 天后还比不怕 然后蓬蓬般属于怕他爸 怕他生活当中的爸爸 对,因为他胆子很小 但是后面有很大的反转 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 也就是说有一个男学霸 有一个女霸王 还有一个在生活当中 狂狂做事 一个角色就是怕他爸 这么个校园散发 所以说各有各的精彩 各有各的不同 其实呢我们这一次特别高兴的 请到三位来完成这样的一部影片 又来完成一个好像 我们每个人青春多多少少 有一些消息的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演这个 相对来说应该挺合心一手的 每个角色和你们有什么共同点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需要自己来完成塑造和挑战 来讲的你这个角色 难学霸 你上学的人是学霸 首先我觉得刚刚有提到这个电影 是青春题材的 然后应该是我们演的比较得心一手 其实我觉得 其实并没有那么得心一手 因为在剧中很多我们经历的东西 都是我们平时都不会经历到的 其实是三个非常有特点的家庭 然后都分别有了自己的矛盾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家庭 包括每个人的自己都在不断的克服 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而且其实我们三个人经历的 也是我觉得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重创 三个人来讲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这个体验的过程对我们来讲 其实并不是你能够经历到的 所以就需要我们三个人特别通过我们去 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可能以往自己的经历用不到这个角度 用不太上 用不太上 那例如什么事 例如说个事 例如我刚刚讲到的 彭彭对我的伤害 还有电话亭 其实对我们三个人都影响了 非常大的事情 事件 明白 就是很虐心的内容 所以说可能在生活当中的经验 有点运动 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彭彭呢 你觉得你这个结束呢 你应该在生活当中 应该也不会给别人打来床上 挺舒服的 没有跟你像的地方 说实话 不然 实话其实没有太多 没有太多 不同的是什么 不同的是 他前后反差非常大的 前后反差很大 因为他受了刺激 每时候不是两个人 有一个变身的过程 对对对对 好 这个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对你也需要一点攻击 另一个事情 这个女人 什么的形象 在你的反差 或者相逢 真是要像三个哥们 三个哥们 好兄弟的感觉 顺便说过两个好兄弟 那好 那这部影片 最吸引一个地方是什么 最吸引我的 就是 其实他不光是一个笑颜品材 而是 中间我们解决 我今天也一个非常奇幻 奇幻奇妙的一个经历 然后都改